兩岸舍航點恢復直航的第一天 我們陸委會也釋出了台灣最大的善意 然後在溝通討論的過程當中 開放了這一個十個的航點 說陸委會已經把誠意做足 成見人跟預告還有開放小三通在後面 每年都會有春暖 那花要不要開 是要靠雙方來共同的這個挹注 這事在說就看對岸要不要也釋出善意嗎 畢竟兩天前被問到陸方對開放團克進出 已經釋出善意 邱代山跟陳建仁還一搭一唱說 大陸口惠而實不至 怎麼現在突然態度大轉彎 當時的問題是問說 會不會有陸客來台旅行的這件事情 那當時呢 我們是回答說到目前為止 大陸還沒有開放陸客能夠來台旅行 所以這是口食而不會的理由是在這裡 你要把那個前後的字句搞清楚 強調當時講的是背景的陸客跟陸團 才會酸對岸指出一張嘴 只是現在開放富航就連自家立委都說要跟阿貢做朋友 難道陳院長也在試水溫 您滿意現在的兩岸關係嗎 我想兩岸之間我們經常會面臨到的軍事相關的威脅 還有這個相關的動客 我想怎麼樣來減少這個不需要的軍事的威脅 是我們期盼的 說白了就是交朋友可以 但先別拿武器對著我 再來交心 TVBS新聞 蔣米漢韋家綺 崔仲群 SNG小組 台北三部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